Hello大家好 我是韩风 今天呢来带给大家一个韩风小时候玩的一个小魔术 骗小妹妹的 当时是这样的 欢迎一下当时的场景随便呢 挑一张牌然后让小妹妹 比方说是这张当时还没有什么摊牌之类的东西 这张牌请各位观众讨论记在心里面 接下来呢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张牌放到这张牌里面去 然后中间切牌 然后呢再洗一下牌 当然小男人你的牌不成是这张美花漆吧对不对 其实呢韩风 玩了这么长时间我可以通过非常精确的手指的预展去找到你这张牌 当然呢 这个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我可以直接读出来你这张牌试试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 红套25 不对 红色的 方片啊 哇哦不错哟 哦 比如说诶你读出来了不算厉害最多也就是证明到你偷颤了 但是接下来的动作 可能就没有人完成了 这是一张黑桃寺 要找到你的 方片案的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工夫 第一次 我们将牌 扰乱在桌上 1 2 黑桃寺 3 瞬间 变成了一张 方片啊 谢谢大家 好了教学环节这个魔术呢其实是一个手法 比方说你要观众选一张牌 假设呢是这一张牌 然后你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呢把它控到第二张来 但是呢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 先把它控到顶牌 像我 之前的那个手 表演的手法 这样 我在表演的时候只是不小心把它控到了第一张 然后我又用洗牌的方法 用左手的牌 落上了一张牌 这样呢它就在第二张 然后翻一张 拉两张 当然观众的牌呢就在这里 下面这一张 接下来 你不能直接这么翻 直接这么翻实在是太明显了 所以说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 把牌探餐 探断 然后呢 你的右手只要放掉 它自然会旋转 然后呢 露出观众的牌 好 接下来重点来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来的 独心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我们从这里面随便抽一张牌好了 比方说是这张牌 你知道这张牌是什么吗 红桃7 不相信 我们再来一张 这是一张什么牌 帮片街 这是一张什么牌 黑桃A 有记号吗 没有记号 这是一张什么牌 红桃3 其实我本来是不打算在这里教这个手 心灵的效果的 但是有太多的人想要知道这个手把是怎么做的 知道了吗 其实很简单 但是这个手把 不是 这个方法千万千万别在现场试 因为这个只是我临场 发挥的一个手把 想法 因为呢 有的摄影师在拍我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的那个镜头是反光的 而且反的特别好 而且反的特别好 放片2 放片A 梅花镜 梅花9 好 对不对 这样 比什么镜子东西的实在是弱爆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镜头的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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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